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及时公开透明的疫情防控信息 但是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组成可以清楚地看出 中共根本就没有想要让疫情信息公开透明 因为该小组副组长由主管文宣系统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担任 中宣部部长 政治局委员黄昆明任小组成员 实时说 这些都显示中共当局在防疫工作期间 仍要继续加强对媒体及自由言论的控制 不然也不会让王黄担任该小组要职 我们站在远处看武汉永远隔了一层 也许我们会被国内的一些宣传报道所感染 以为政府正在全力以赴打一场武汉肺炎界灭战 但一名逃离武汉但因湖北省全境封锁而幸困的网友 在品冲的网站发文怒接当局四大罪 却击碎了城外民众的幻想 他说我们只想拼命活下去 而政府却在千方百姿地掐断我们的生路 网友列取的当局第一条罪状是 隐瞒疫情切上瞒下 文章说封城这个做法我不需评论 但从疫情开始整个政府就欠人民一声对不起 该网友指出去年12月初疫情就开始了 但被政府强行压下 最后情况严重到要封城 第二条罪状是仓促封城 自生自灭 网友表示封城前 政府应该规划好免费口罩 失去消毒 食物补给 交通接驳等 结果什么都没有 只有冰冷的公文 文章质问交通中断后 家里没车的人怎么就医 医护人员怎么上班 现在医生必须把一次性防护服反复地穿 消毒人员在大规模消毒时连口罩都没得戴 中老年人一次性口罩多次使用 第三条罪状是物资充足 工人说话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政府 网友指出 文章指当局宣称会动用各级力量 来增加隔离流关场所和病床 对所有疑似患者一律无条件收治隔离 然而现实就是医院在封城前就已爆慢 检测试剂数量不够 床位短缺 许多患者无法确诊 只能返家自行隔离或多跑几家医院碰运气 这些人穿梭在人群中寻找求生的机会 无意间又传染给更多的人 另外就是口罩断货 导致价格飞涨 无良商人甚至趁机用没有防护作用的免口罩来欺骗中老年人 原本就住在武汉市民的还好 有些外地人还要面临住宿的问题 第四条罪状是免费医治 根本就是笑话 文章指出所谓的医药费免费 只适用于确诊感染新型冠状肺炎的患者 然而并非所有医院都有资格进行确诊 比如武汉市只有汉口医院 金银潭医院和武汉费科医院有资格 但这些医院又不负责确诊 而是只负责收容确诊患者 最终结果是民众连想要确诊都有困难 没有确诊 怎么免费 文章说武汉是个大城市 其他周边被封锁的小城镇恐怕情况更惨 武汉因疫情封城 当地医生估计超过10万人感染 据英国卫报报道 随着中国进入黄历新年 与武汉疫情有关的主题标签 占据微博热搜排行榜 这严峻的现实提醒人们 疾病正在迅速蔓延 随着人们了解到更多信息 民众对中国当局的信任度也迅速降低 在微博与微信等社交媒体上 尽管有网络审查制度在屏蔽负面讯息 但还是可以看到大量网民发泄 对当局处置疫情不当的留言 新浪微博上的一则留言写道 能派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到湖北吗 一些言论表明北京对武汉周边12个城市的 3500万人的隔离可能适得其反 因为健康者和感染者都被与外界隔绝 目前武汉面临医院用品和防护装备的短缺 加上医疗机构人满为患 人们的不满情绪开始在网上紧喷 网民们写道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湖北省长王小冬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 武汉市长周先旺 你们还要脸不 存不存在瞒报漏报行为 有没有物资紧缺现象 心里还没点逼数吗 请你们主动辞职 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湖北省长王小冬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 武汉市长周先旺 都给我下台 不是湖北武汉的 但也想问一句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湖北省长王小冬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 武汉市长周先旺 你们还在度假吗 该从温柔乡里出来看看 全球变天了 你们虽然不是罪魁祸首 但也功不可没 武汉市长市委书记 你们真是成功地 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大坑 一旦市委组织将中国判定为疫区 整个经济贸易出口旅游等等 将会受到重创 这波经济损失不亚于 中美贸易战 它甚至可能影响 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与当地一线医疗专业人员的支持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官员的独职 纽石的评论称 武汉市政府不配拥有 如此优秀的医务人员 武汉肺炎在中国有多严重 恐怕永远都是一个秘密 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使用形势严峻来形容 李克强担任武汉肺炎 疫情防疫小组组长来看 问题严重 可是官方目前公布的确诊 及死亡数据被指不成比例 存在着许多疑问 比如截至26日 中国官方的最新数字 全国确诊病例2063例 死亡56例 但又有多少疑似病例没有公布 与此同时 一些英美专家预计 武汉新型冠状肺炎感染人数 在14天内超过25万 而且将在北上广等超大型城市出现爆发 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家 费格丁的最新表述也不容乐观 他形容这一新型冠状 疫情爆发的严重程度可能使 热核及反应级别 这位专家在推特发文表示 他的说法丝毫没有夸张 他说 有些人觉得我企图煽动恐惧 我没有 我是科学家 这疫情很严重 新西兰媒体News Hub 引述科学家预料 在几天后的2月4日前 就会有13万2000个 至27万3000个感染病例 据美国之音报道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英国格拉斯科大学研究中心 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 四位传染病生物学家 对疫情进行了密切追踪 并利用专业模型和现有数据 对疫情及蔓延情况进行了分析 在1月23日公布了 2019新型冠状肺炎 由新病学参数的早期估计 和疫情预估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 武汉地区新型冠状肺炎的传染 目前只有5.1%被发现 城市社区中存在 大量未被发现的传染 他们的模型预计 未来14天内 即从23日到2月4日 武汉的传染人口将超过25万人 预计全国会出现最大规模爆发的其他城市 是上海 北京 广州 成都和重庆 他们还分析到2月4日 旅行如果有效减少99% 武汉以外的疫情规模 可能仅仅能减少24.9% 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 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脱离现实 其原因在于官方掌控 真实的数据可能更恐怖 中央社引述网民财经冷养的 独立财经评论人士25日分析 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及死亡人数 与1100万人口的武汉为此封城不成比例 评论引述公开实名揭露感染人数的 湖北航天医院医师胡电波的话说 汇总后统计发烧人群为10万人 这一数字呼应协和医院 一名医生与海外学者的评估 财经冷眼引述另一名专家分析 武汉肺炎采取三阶段确诊 首先需要当地医生测试为阳性 其次需要有专家组临床诊断的结论 最后还得从样本到北京的中央疾控中心 经第二次检测为阳性才算确诊 这个过程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需要3至5天 评论分析 以上规定看起来很严谨 目的其实是要把确诊诊断权收归北京 这意味着确诊人数完全由国家疾控中心判定 地方上说了不算 据指经国家疾控中心认可 患者才会被列入确诊名单 接受隔离和免费治疗 如果疾控中心不认可 病患可能到死亡只是疑似患者 一些医疗费用都自行负担 评论指结果就是疫情数据的低估 造成大量疑似患者得不到及时隔离和治疗 每天在各个医院之间奔跑 成为一个一个移动的传染源 疑似病人越多 确诊的过程就拉得越长 据报道 为了严防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 1月26日星期天 中国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在其官网上发布的公告说 自公告发布日起 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从H7N9禽流感到埃博拉 SARS以及目前的新型冠状肺炎等 很多引起大规模疫情的传染病 都被认为是来源于野生动物 由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 发出了这份严厉的公告还规定 对各地饲养繁育野生动物场所实施隔离 各地农贸市场 超市 餐饮单位 电商平台等经营场所 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针对中国饮食中存在的涉上野味的现象 这份报告提醒说 消费者要充分认识食用野生动物的健康危险 并号召大众远离野味 26日星期天 中国疾控中心对外表示 该所首次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 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核酸 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 提示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武汉新型冠状疫情早期确诊的病例 大多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中国疾控中心选派专家祖父武汉 于2020年1月1日到华南海鲜市场 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 集中采取环境样本515份 1月12日 在于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 相关标本70份 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 两批华南海鲜城的样本共计585份 PCR检测结果显示 其中33份标本为新型冠状核酸阳性 这些阳性样本分布在市场上的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 其中93.9%阳性标本分布在华南海鲜市场的西区 经调查发现 华南海鲜市场名义上是海鲜市场 但实际上确实个综合市场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